希望在和对方谈恋爱之后 对方可以把我公开 你在前面几个女朋友 都是把你秘密藏家里边的 好惨啊这孩子 英乌藏汉 19号 男嘉宾你好 你好 就是像我坐赛车的工作原因 微信里都是客户 我有一个原则 如果不是我结婚的对象 我是不会去公开的 因为我觉得秀恩爱死得快 大家都知道这个道理 挺丢人的 其实我不是很赞同秀恩爱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 看别人秀恩爱的一个人 我想要的就只是 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大大方方的 像你的朋友或者你的家人 然后把我介绍给他们 承认我是你的男朋友 仅此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不一定公开朋友圈 但是身边所有人 都知道你存在就行对吧 我希望我可以真正融入到 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生活 你的生活 我们 我们 叶子军 男嘉宾你好 虽然说寸头是检验颜值的标准 但是我这边看上去有两个灯泡 我知道他说话的时候 带上我的可能性比较大 说连累你了 梁兴悦 男嘉宾你好 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 真的把你介绍给朋友了 也不能说你融入了对方的生活 你有没有听过 网上非常火的一句话 叫做你以为你是你男朋友的唯一 你男朋友的好哥们才知道 他到底有几个唯一 这话放闺蜜身上红利 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 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想 融入到彼此的生活 以这个为前提 我才会去和他交往 我这个人想法比较守旧 我认定了这个人和他谈恋爱的话 我是不会和他 就是只是想 有过一段美好的回忆就可以了 我是想奔着以后结婚去的 一看提出这个问题 就是一个受过伤害的宝宝 就我谈过一个女朋友 但是我的女朋友 他不允许我给他点赞他的朋友圈 他担心就是我们会有共有 看到就是我们彼此认识 那太恐怖了 然后后来 我们再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 才知道其实他一直都在 和别人有联系 就是把我当成了一个备胎 这件事你拿后脚跟想 都能明白这是备胎啊 这还要想啊 对 后来我其实就是 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 我谈恋爱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小想法 一个小愿望嘛